電競 顏寬恩緊盯一幕 玩起電競遊戲 補血倒數 顏寬恩走來冠軍指導 其實我對電競也真的是 比較生疏 所以我說既然有這個機會 能夠我們在地有一個 這個電競冠軍 而且又是阿公擠的 我就更想跟他請教 我四十五歲了 但是我在電競這一方面 我就真的是相形見左 選舉時刻與不老電競冠軍 合體開記者會 顏寬恆說要為電競產業努力 那願意推廣電競運動產業 我想這個都是好事情 我想在一個產業要身體力行 我們可以看得到過去 他在立法院裡面 絕口不提運動 絕口不提電競 那現在為了年輕人的選票 演一場戲 陳柏惟大酸顏寬恆 因為他在遭罷免前 任內發起立院台灣電競政策促進會 罷免後擔任榮譽會長一職 媒體新式義務推動 認為顏寬恆為年輕人選票 再演一場戲 我在這邊邀請顏寬恆先生 我們可以來一場電競的比賽 但是不能夠用你們家的代亞 因為我不相信他是公平的 他要跟我PK 那沒關係那以後再說 不過看看電競產業 顏寬恆在投入補選後才接觸 而陳柏惟卻在當立委時就在推動 被罷免人致力電競發展 雙方的身體力行 誰是臨陣魔槍不可言喻 三星中部軍領委至排名 SNC小組 台中報導